而另外來看到的是 美中貿易科技大戰 不但讓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 近乎崩塌 而且中國有很多的這個跨國企業主 也坦承說現在他們到了國外 要講自己的這個企業 是來自於中國 真的讓他們覺得好丟臉 難以啟齒嗎 而在中國國內 對未來絕望的年輕人 就起到這個尾航 現在據說更是出現了很多 讓人匪夷所思的現象嗎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個大環境 不比是這個 他特別提到做了一個專題 中國作為西方世界工廠日子即將結束 其實這已經講很久了 這個差不多是已經結束到 已經續集第十 十級的程度了 好 現在中國面臨的是工廠外移之後 失業率一定高嘛 失業率高要怎麼辦呢 需要各種社會保險嘛 你說就像我們臺灣勞保勞退什麼的 好 可是他們的保障制度也很薄弱 簡單來講就是可能領不到錢 那地方政府沒有錢 他不願意出帳 好 那如果這兩個搭在一起 你又失業又沒有相關保險的欺負怎麼辦呢 你就真的會活在社會的最底層 中國人民是非常辛苦 但企業家呢 能跑就跑 以各種形式把錢弄出去之後 想辦法把自己演得不像一個中國企業 為什麼中國企業可能隨時會被制裁 今天沒被制裁不代表明天不會被制裁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幾個比較具代表性的例子 首先是這個快時尚的品牌 西音 他原來是 那他是一個網站為根本的一個服裝產業的品牌 那當然在臺灣還沒有那麼紅 但是這個歐美各國是非常紅的 他就拼命的把他中國顏色洗掉 好 那目前跟你在新加坡啦 說自己是跨國公司 但他實際上背後來源就是來自於中國 再來是這個TEMU 他也是一個網路超市 一樣 你可以在上面找到很多零零扣扣的小東西 抽一抽都從中國運氣給你 所以他也利用那個八百美元以下 免稅這個進出口的規定 輸入到美國去 那他標榜總部設在波士頓 然後母公司移到這個愛爾蘭 你說胡胡胡的愛爾蘭 那感覺起來是歐系公司 可是他母公司叫PDD 拼多多 那幣安呢 現在大家討論虛擬貨幣的 這一個東西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加密貨幣 這個最近倒得很嚴重 大家看到幣安到底會不會出事 有很多市場 江湖傳言 幣安因為長期耕填於海外 有很多人認為說 這應該是一個國際的大的跨國公司 不過一開始也是在上海 成立在上海 後來中國就說你這個不行 你這個會把我們逃空 所以幣安火速往外繞跑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的大企業能跑就跑 錢能搬就搬 然後偽裝成海外的品牌 為什麼呢 就是中國這個牌子不好 實際上中國的上面能夠跑 不能跑的呢 最近災難頻發 我們來看江西這個比較靠浙江的這一塊 福州這裡 他發生了非常大的這個洪水 那臺灣是缺水啊 你想說水跑哪裡去呢 水就是依照過往幾年 就往中國那邊去了 所以中國的百姓特別的辛苦 而在臺灣我們可以承受的大雨 比如兩三百毫米一天 他們是兩三百毫米就變這樣 就大家在畫面上看到了 直接就現煙了 好那當然這牽涉到他們的水系 沒辦法有效的排紅防紅 這是一個長期以來的問題 那我們再來看到這邊 剛剛我們提到中國的年輕人難過 其中之一就是房價節節飆高 不過昆山最近有個建商巨頭 帶頭降房價 他說五一的這個特惠期間 我們就打七五折到八十折 有些甚至便宜到七三折 要降價千萬 等於千萬臺幣來賣房子 不料卻被官方開罰 為什麼這樣太多了 他說你這個擾亂市場均價 一般來說 這個他們的價格的波動 不會這麼劇烈 我們臺灣也不會那麼劇烈 不會辦一個特惠活動 房子節打七五折 打到七三折不太可能 好那官方這樣去弄他 剛剛可能是因為他背後沒有人 或是背後的人不夠力 但是在地的一些其他界商業表明 哎呀這個其實應該是同行檢舉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大家房子都賣不出去嘛 有人終於受不了 他急需現金 趕快用降價方式 想辦法去拿到一些現金 其他同行不樂意了 因為你把所有爛量拿走 那我們的現金卡得更重嘛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接下來要講什麼 內捲啊 中國人的競爭 無法向外競爭 外國人不要你的 你就只能向內競爭彼此的虛號 好那當然在內捲的過程中 最可憐的年輕人 三月的年輕人的事業率 已經逼近兩層的 中國官方的解釋是什麼呢 他們不願意去做藍領 大學畢業生不願意做藍領 理想太高了 不然就是想要去 我們這樣做YouTuber 他們去做UP組 就是不願意到基層搬磚頭 不願意去鄉下種田等等 仍然拒絕迴避市場供給 整個被打破 打碎 打亂的問題 好那當然有些廠商就藉此來 算是辛波 因為阿公之前他們中央也說 嚴禁在鼓吹躺平 你竟然找不到工作 買不起房子 那我躺平怎麼可以 不行 禁止躺平 好那這個臺州就有一個山廠 為了要推銷他那個店子 睡店他說那我們就辦一個躺平大賽 不是躺平還要辦躺平大賽 這個躺平大賽就是 你就躺在這邊 你躺得夠久了 我躺二十分鐘 我就免費送你一個店子 躺更久了 還可以得到五千元人民幣 好那這個躺平 當然不是你說 如果我睡著 那他不行睡著 你要保持清醒 躺在那邊 也不能動彈這樣子 誰撐最久 最多撐到六個小時 也是蠻厲害的 你要保持醒個六個小時 要總會想上個廁所吧 那當然有些人說 為什麼這個比賽可以被放行 似乎是代表 其實在基層 已經慢慢認為說 躺平已經是一個現實 那我們也不是所有的躺平都要反 我們要反的是什麼躺平 不是年輕人的躺平 而是官員躺平 因為現在躺平 不幹事的官員時代太多了 我們要去嚴打官員躺平 幹部躺平 這個是他們最新的這個扭轉 算是一個風向改的 因為年輕人現實除了躺平 你怎麼樣 失業率兩成 你知道兩成三成之後 你要怎麼辦 沒辦法 他只能家裡躺 你又找不到工作 好 那當然我們看到 提到一個概念叫內卷 內卷 卷來卷去 會變成怎麼樣 最近因為年輕人求職男 直播文化興起 就大家重視外表 好 容貌焦慮就產生了 因此在找尋工作的同時 顏值的這個重要性的越來越高 所以在中國就興起了一種APP 這是臺灣沒有的 就是你可以透過這個APP 來評價你的長相 到底是幾分 到底應該怎麼修改 他會給你一個建議 為什麼你會說需要這麼麻煩的 是啊 那個其實就牽涉到他們認為 因為比其他都已經沒得比了 所以最後我們找工作就比長相 年輕人嘛 第一份工作 要嘛比學歷 要嘛比證照 他們還要再比到長相 這是我們講內卷 臺灣雖然找工作 有時候也會看長相 但是沒有嚴苛到這種程度 臺灣頂多就是有一個 什麼學測的APP 什麼背單字APP 考日文APP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東西 就代表就是已經無忌可施 我一切都連做努力到最極限的 我都連做到最好了 那我最後還有什麼可以提升 那比長相 我長相比隔壁那個厲害 比隔壁那個好看 比隔壁那個漂亮 也許我就能夠獲得這個機會 不要忘了失業率 年輕人失業率二十趴起跳 就是大學畢業生 好那當然在這種壓力之下 網路上就有人在尿 這要推動什麼呢 網路就開始流傳一份文件 六月四號 就中國一定沒有的那一天 就有六月三號 六月五號 一定沒有六月四號 六月四號那一年搞 全國大罷工習近平下來下台等等 好 當然這件事情 這個是網路流傳的 是否成城當然是另當別論 不過會有這樣的東西 在網路上流傳 實際上他也傳達出了 就是中國現在內部壓力越來越大 人家就可能發這個東西 去尿你嘛 就算真的不會有任何人站出來 你看了你也不開心 你也知道這就是你心中最大的動物 所以現在中國所面臨的狀況 的確這些共產黨的幹部 不要再躺平了 因為事情真的越來越嚴重